这几年全球受到美中贸易战 新冠疫情的冲击 加上近期的恶物战争 加剧了各国地缘政治的风险 也造成原物料价格上涨 通膨以及供应链重组等重大的议题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下 台湾企业要如何将危机化为转机 今天邀请到KPMG工业产业主持会计师张自信 Johnny以及工业产业主持人刘彦博Able 与我们分享2022年制造业趋势 KPMG Global日前发布了 2022年全球制造业展望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地缘政治 供应链重组人才培训气候变迁等因素 使全球制造业的高阶主管 比过往更加关注于数位转型与ESG的议题 以下我们将为大家归纳出报告的五大关键发现 首先企业要如何从逆境中求胜 危机中掌握商机成为关键 近年的美中贸易战驱动了供应链的重组 眼前的乌尔战争更加剧了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 新冠变种病毒 供应链瓶颈等问题 也同时冲击了全球经济 也正是考验组织的应变能力 54%的CEO表示 未来三年将透过并购取得新的技术 进入新市场以拓展企业的版图 第二 疫情带动投资新技术 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 增长业务的规模 企业可以将人工智慧 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 导入于设备 产线 甚至于工厂的每一个环节中 以收集生产过程中的状态 数据 一旦供应链任何环节发生了变动 高阶主管可以快速地进行风险的管控 并做出即时的动态调整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若企业未来三年 能有效地整合新技术的投资 可为企业提高敏捷性 提升企业的营运效率 并加快创新的脚步 第三 供应链风险被视为最大的危险 企业应该以提升企业的韧性为优先 调查报告中有将近七成的CEO表示 同时 企业目前应该优先完成的事项 就是确保供应链如果在快速变化的市场 跟客户竞争压力下 仍然具有韧性 受到疫情与中美贸易战争的冲击 企业应该把他建立短链供应 而且在未来应该有多元的生产基地 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来降低供应链的额据 第四 从社会责任走向社会的使命感 虽然疫情打乱了供应链 但是 77%的CEO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他们反而对企业有更紧密的情感连接 使命感反而是增加的 有将近七成的CEO表示 企业总体的目标是为利害关系人 创造长期的价值 如果企业没有办法满足利害关系人 对业绩的一个要求 很可能会伤害他们长期的利益 第五 业绩人才成为企业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反而是巴士的CEO 他们计划在三年内要增加员工的人数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招募比以前更困难 同时他们必须兼顾 如果打造一个多元 而且是混合式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兼顾异世代还有迁徙世代 多元的一个需要 此外 CEO也因此更重视环境保护的一个问题 超过一半的CEO表示 他们要把营收的1%到5%提拨 做永续经营的需要 KP演技同时也做好了 应变的业绩的策略蓝图 特别我们有一个 All Impact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在2030年能够达到 零碳排的一个目标 同时也兼顾所有合伙人 跟员工的共识还有多元性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业绩的目标 能够让KP演技永续经营 台湾传统产业或过往营运模式 相对保守的企业 受到疫情的催化 不得不加速推动转型计划 以及落实数位转型的进程 企业投入ESG的重要性更被凸显 永续发展正式从口号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今年KPMG工业产业特别走访化学工业 金属容器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仿制业 机械制造业等传统产业 了解这些 台湾隐形冠军是如何面对供应链重组 数位转型 ESG 人才培育等关键议题 本次我们特别邀请 上委头控董事长蔡昭阳 三能食品器具总经理张欣怡 三能集团行销总监张志豪 茂莲集团董事长梁华哲 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黄冠华 台中经济董事长黄明和 等等企业主接受我们的采访 与我们分享制造业商业模式转型的故事 美中贸易战 疫情持续延烧 以及恶物战争的冲击 促使全球供应链大洗牌 面对大环境的改变 企业有哪一些因应措施以及计划 企业又要如何打造韧性组织 调整供应链布局 最近这三年的确是 我们所历经过这个冲击蛮大的 也算是一个类似断来式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冲击 尤其因为我们这个产业 它算是一个 只要警济一摔下来 大家就不买设备 那警济好 大家就买设备 对跟着警济的起伍 冲击比较大 所以说2018年下半年 开始中美贸易冲击之后 那我们整个大陆市场就受到蛮大的冲击 然后后来也连带影响到整个台湾市场 还有包括整个国际市场都影响到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想办法慢慢就度过了 那想不到这个在2019年底 又来了一个这个COVID-19又来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接二连三 当然还好就是在2021年又慢慢整个又上来了 又接单又非常的这个爆发式的一个成长 所以这个这三年可以说是好像做营销灰车一样 起伏相当大啦 其实波及一定多多少少来一定会有 供应链在目前台湾来讲 或者是武器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那除了可能几个像我们不沾的涂料 它可能是从美国过来的 那可能就是会多少受到一点影响 但它的生产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所以以现阶段我们的供应链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样 我因为全球布局的关系 比如说当大陆落下的时候 我东南亚是OK的 当东南亚落下的时候 我大陆反而是可以出货的 我反而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顺的 疫情成为了所有产业数位转型的催化剂 台湾企业导入了哪些数位化流程以及配备呢 企业的数位转型愿景以及蓝图又会是如何 除了引进一些自动化系统之外 其实我们也开始针对于怎么样 收集一些加工参数或是一些环境参数 然后把它所谓的AI化 这部分我们目前也是在加速当中 我需要建立一个环境工作环境 让我们公司的功能做得更有效率 大家做得很愉快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很伟大的slogan 我们这个公司就很不会做什么 疫情宛如黑天鹅风险 更凸显全球ESG概念落实的必要性 企业在友善环境、社会参与、公司治理 有哪一些具体做法 企业要如何建立永续营运之道呢 在公司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认为说 这是公司在做的 然后我们也说 就在所有的同仁都能够一起把它做好 所以在ESG年我们有一个DEDICATE的团队 然后他们才负责做整个这方面的规划 然后大家现在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今年IMBG进来了 又都是在欧洲 所以这也是他们进来一个很大的一个task 怎么把欧洲这边integrate进来 那欧洲那边他们 其实ESG他们那边也非常重视 怎么一个进入我们这个team 第二个我们怎么跟他们学习 因为他们那边其实这方面还做得还不错 只是说是因为不同的系统 还有Cultural 这边怎么来做一个结合 我们在21年的时候 提出一个企业神秘就是 以食品器具安全环保与节能减碳的推手 这目前我们集团去年的二氧 那个塑胶的使用量大概在200吨左右 对然后会产生大概600吨的二氧化碳碳排放量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用这个墓穴粉跟牡丽可粉还有咖啡渣 取代30%到50%的这种塑胶油量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每一年的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量 可以逐年去做减少的动作 有了永续长这样子的存在很关键 为什么 永续长存在的责任与任务 就是把这一件事情 在全集团里面做沟通功能与协调 所以它存在的目的与价值 就是要让它的KPI 做出被评论的标准 所以它必须要让这件事情有KPI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它本身可能是某个什么 什么部门的协理监责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被很强烈的重视 所以把它专责专职化很重要 因应变革与转型 人才是成功的关键 在新兴科技的驱动下 哪一些复合型的人才是企业正需要的呢 企业的人才策略又会是如何 过去这两年我们发展一个IDP 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展到第二期 我们接下来会有第三期、第四期 我们是透过这一个员工的个人发展计划 不断地在激励我们的员工 然后告诉我们员工 他是劝缺什么 然后我们补给他们这部分 该有的skill或是知识 我们经过这两年 其实我感觉我们内部 事实上在各方面 比如说员工的自信心或是产出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提升 公司整个文化或是环境 是有受这个IDP的影响 是往正向去发展的 你一个plan很好 问题你带的人不行的话 这个再好的plan都动不了 所以我现在一直提醒我的team member 就OK 人才很重要 然后这个leader非常重要 这个谁来带这个project 一定要先identify 或者这个做了project再好还是没有用 这plan也再好也是没办法 人才还是最重要 没有人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虽然现在有机器人 但是他能够做的也是局部的工作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能力的一个 这个如何去找寻 的确目前所有的产业都面临这个困难了 我们公司算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算是老公司 人才也比较多一点 尤其加上我们现在盖了这一座新的工厂之后 很多优秀的人才看了之后都要投入更有信心 也许在同仁的立场来讲 他会觉得有压力 数位转型 以后机器人不用我了 但是他忘记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应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我应该再去学什么 对 那这个是需要透过非常多的沟通 去让大家安心 安心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创造各自的价值 台湾制造业要如何在轨绝多变的局势下 把握契机 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在国际市场上发光发热呢 共制 矩阵 双轨的几个架构 让整个公司的营运组织 能够同时保有我们上一代的竞争力 然后用同时刚几个人的架构 能够让公司的营运组织 就是那个顺畅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模式上面 我就透过一个内化的方式 让公司的制度能够符合我们后来的规模 但是又不能够失去我们公司 过去的那个战斗力跟竞争力 所以我就在找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觉得共制是关键 我觉得创新面的话 其实就是一直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就像刚刚谈的 可能就是我们的整个后台的数据 我怎么去研究 线上的消费者他到底要什么 那我们再去用我们既有技术 或者是新的技术 然后去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所以你怎么把供应端 需求端去做一个连结 甚至你不用到全面的创新 而是说你怎么把既有的技术 或者是别的行业技术 运用到我们这个行业来 那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举动 Ideno 这几样是公司要下去做 所以那时候就汽车 然后医医疗 再后来再加上一个绿能 就是太阳能 就是当公司 当初根据我们一些 做一些style 的话 我们必须要下去做 那就整个公司把Visource换下 那业务端也很认真下去 做这个方面就换了 那缴了几年学会之后 刚好电动车又是绿能 又是汽车 那刚好一些好的客户 都在我们Silicon Valley 就在那里 就因缘去 老车厂真的很难打 老车厂他们的供应链 都已经不举成熟了 让我们这种新来的供应商 怎么打进去 就像家电一样很难打 还有运气还不错 电动车让我们打进去 这几年很多台商都回流 那大家都因为人力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要自动化 都要客制化 那我们正好就符合 这些客户的需求 所以客户端来看了我们以后 那就是说 我公司就是要这样自动化的生长 那我本来用多少人 我现在用了这套系统 我就能够减少多少人 而且我们就是为客户打造这个工件 客户拿什么工件来 我就帮他规划整条线 比如说你拿一个工件来 或一个创始中心 有一群工程师就在那边帮你规划 规划有什么多少机器 怎么自动化 投资多少 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个就是说 让客户能够感受得到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 对我们公司来讲 制造商的思维 转化成服务业的思维 那透过这个思维 它其实可以延伸非常多的面向 那比如说 刚刚讲的包装的设计 原本只是卖给低端的客人 它需要的资讯不需要这么多 但是我当转化成服务业思维的时候 我要卖给不认识三人的客人的时候 我需要给予什么样的资讯跟内容跟一些支持 透过这个思维的改变 其实很多它就会开始做转换 在2011年 我进了 以一个 原物料厂商 进到一个 人家不看好的离岸风店 我做成了 即使我现阶段 我还是在我的本业 比如说 环保耐食 或是一片树脂 我还继续保养光大 但是 我把 创新的领域 延伸到 人类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也就EMZ 不可回说 循环经济 那同时 其实我现阶段 也是跨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我们公司也开始做一个CCUS 所谓探捕捉 再利用 还有储存 那当然 也有人问我说 这商业模式是什么 其实我说实在话 我只知道这个未来 全世界都会走 台湾也没办法避免 台湾排碳其实太多了 至于商业模式怎么样 我认为未来 一定会一个一个落实 那我认为这是对的路 所以我现在口入 在市场变化快速 产业竞争加剧 以及新挑战接踵而来的情况之下 一些传统或过于保守的制造思维 已经不见得适用了 我们必须更灵活应用 与时俱进 迈向智能化 我们期待台湾在地企业都能把握契机 不只把我们的经验以及knowhow传承下去 更实现有趣经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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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